老张家在前门珠宝市街有两间商铺 早年间一家人齐心协力艰苦创业 将生意一点点的发展起来 卖茶水那时候卖面包啊 什么玉米花生 这些都是我们大家一点一点积累资金挣出来的 通过一家人的努力经营和几十年的积累 他们从这两间商铺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 然而就在前不久 这两间曾经维持着全家人生计的商业旺铺 却突然停业了 现在关门了啊 现在是关门了 有一个多月了吧 是因为他们就哥哥姐姐不让您开 对 今年五月初张家小弟进了一批货 打算在自家的商铺售卖 但是由于哥哥姐姐频繁登门 捉乱了正常经营 他被迫停了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午餐独斤 他很想 小门这房一年给他的以后 这个房还是他还是租下 张家大哥告诉记者 他们之所以紧急叫停了小弟的经营 是为了家中另一处位于脚门的房产 前年了吧 给的是找孙子 反正他就说给孙子 别的我不清楚 原来在两年前 张家母亲曾将自己在脚门的一处房产 过户给了小儿子家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 家中三位年长的哥哥姐姐都感到十分不满 因此才一气之下 叫停了小弟的经营 矛盾也随即爆发 别人事情一定到这份了 他做的太绝了 无恶无恶 张家大哥二哥提出 如果小弟不对脚门的房产进行重新分配 他们就控制前门的两间商铺 禁止小弟继续经营 商铺的收益 是小弟一家的主要生活来源 持续的停业让他十分焦急 而眼看着子女们互相对质 家中96岁的老母亲 也是束手无策 忧心忡忡 张家二哥口中的血汗钱 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那是我们的 我们的血 大家的啊 包括我母亲在那 我们大家的血 那你跟母亲说呀 这能买的房子 实际还是我们大家的房子 我们的打算 我们争取我们的后来权益 我们要平衡 我们真不是问题 我们再加一点基于没有 子女们的不满情绪 源于什么复杂的隐情 我妈妈把我们抛弃了 我们真的是我们的母爱 真的妈妈对我们的爱 您知道吗 您得认可我们 我们同样是儿女 差别那么大 好像豆子短 精心理心 家中一共六个子女 母亲为何单单将脚门的房子 过户给了小儿子家 如果你要说 你妈妈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的钱也是她的钱的话 02年的时候 脚门买了一套房 你俩这么足的这个钱 钱都带我手里 他钱都带我手里 脚门房子的购房款中 到底有没有小弟的钱 我弟弟好于越劳 真的等会儿小弟 混吃冷死 先别说小弟 我只能那么转 他们最不服气的 就是母亲的偏心 他不仅拿钱给小弟挥霍 还把房子也过户给了他 这是我们的钱 我们一百多万 每个人一百多万 血液汗钱 子女们心中的不平衡 究竟是为了利益 还是为了母爱 我说同样是儿女 为家付出这么多 妈妈抛弃我们 我心里难过 河沫的我可够酱了 我难活呀 母亲坦言 自己并没有偏腾 任何一个孩子 谁有困难 谁付出多 谁对自己好 她都看在眼里 就是我妈妈觉得 对不起我们几个大的 就说要给我们补偿 而且大家 你妈妈觉得对不起你们 我觉得就是太偏心了 你妈妈觉得 就我妈那么说的 你问呢 我妈说过 而且我妈说 人也不要换人 你妈妈在哪 你让她自己说 这房子给我孙子了 如果拆遣的时候呢 我一定对得起你们 我就是这么说的 说白了 我真不差 她想太眼儿吧 先有话了的 咱们要都过去多好啊 但是我觉得 你们拿走她的东西 应该先还给她 她愿意给谁 她再给谁 让她做出决定 手足之间的僵局 最终能否打破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调解现场 好 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 调解现场 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 那是张家的 老大 老二 老三 欢迎你们 你们兄弟姐妹几个 六个 六个 还有三个没上来 有一个没来 还有真神病 我小姐有问题 确诊了 确诊 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那她的监护人是谁 她的监护人是我大妹妹 你是她的监护人 对 那你能代表她的意思 能代表 是吧 就是北京人 北京人 北京什么地儿呢 北京可以能说 前门地区 黄城根下呀 六居的北边一点 六比居的北边 北边一点 珠宝市 我可以这么说 我年年七十 我老妈高寿 九十六岁 哎呦 真是高寿 我妈高寿 真的 那思维还清楚吗 思维相当轻松 相当轻松 表感人都精神状况 也差 就得你年度 我远远不居我的母亲 我们子女都不如 怎么这么谦虚啊 可以这么说 我妈 相当强势 强势到什么份上 可以找一千个老太太 我妈绝对手机一指 她得排第一 排第二 先你挑一吧就是 对 排第二 已经委屈了 我妈的强势 就是强势性了 妈妈是特利 您发自内心的要赞扬母亲 我也有我96岁的妈妈 我相当自豪 我跟我的同事同学 我都炫耀 真的 但是我妈给我的感觉 现在我将近70岁 我对我妈的感觉 就一个字 啪 你母亲那么厉害呢 这么60多年 可以这么说 对我妈言听计诚 对与不对 我从来没对呢 都得听 对 我妈因为一件事 对与错 是吧 你骂 骂我到夜里11点 我妈不发话 你走吧 我都不敢走 就那么那么听话 还有一次 就是骂我跟我媳妇 我们俩都不敢圆圆 那就是你认为 11点 放我走了以后 我还有两个小时 那就是二十里地的车程 回家 在大哥眼中 年近百岁的老母亲 依然雷厉风行 一言九鼎 尽管自己也年近七十 但他自始至终 对母亲都十分公顺 直到两年前 母亲所做的一件事 让他感到了委屈 对 但是这次我妈 强势了一辈子 惹不起我的小弟弟 做错一件事 就是 通过我们家 这么多年的经营 我妈在 02年 在脚门 买了 一个两斤石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妈自己的名字 可以这么说 这是我妈的名字 是一件不假 哦 那你母亲很有眼光啊 对吧 在02年 买一套房 说明你说的是对的 对的 有眼光 买这么一套房 这好事啊 对 2002年 母亲买下了一套 位于脚门的两居室 并于几年后搬到这里居住 然而子女们都没有想到 这套房子却在2016年突然换了主人 我妈这套房子 也算赠予吧 赠予了 其他人 这个人是谁 谁啊 我可以这么说 我妈的本意 是给她的孙子 是我的小弟弟的孩子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知道的 小弟知道的 要想人不知 除非寂寞为 现在我问你是 你什么时候知道 恶护到他名下的 在我小弟才得病 我去照顾 老六得病了 2017年夏天 小弟因病住院 正是在医院陪护时 张家二哥无意中发现了 这个惊人的秘密 还不知足 还想要什么 叫我弟俩咬牙的说我的弟妹 联系的妈妈 还有好多难听的 咱不说他们俩什么事 就是你知道了这个事 是吧 然后你怎么办呢 我就回了 那我就去问一下 问谁啊 问我目前 怎么问呢 我问这房子 过没过 是不是 他说没过 我查去了 你母亲说没过 对 您听的 我上丰台的房地产 那我查去了 查的结果呢 查结果能跟我说了 然后这房子 我说原来 你是不是理应了 他嘴上咋来不了 他说原先是 他前一阵子已经过了 过给别人了 你知道了 我说 他说你要把性 把这个过户的人 性命要说出来 我马上给你打出一个 当时的过户的全部记录 谈话记录 怎么过的 是吧 他们说 我说 我就说了几个人名 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孩子不信 我就没说到他 他叫你过什么 我不知道 不是你查出结果 对 人家说过了 我这一得病 他就说这个孩子 我妈给这孩子这个房子 急了 那这个东西 然后你又采取了什么行动 我们 我就得跟我哥 我姐他们说呀 我跟他们俩说了 对 是吧 你俩什么反应 您听着 我们一伤了以后 我得过去 再去回 我问老太 这么是一件事 对不对 又去了 对 我们去了 就算了 去了等那了 我哥就问 说妈您看您那个 这个货 过没过这边 我妈说 没有 一边出一边的 我没有 我不会学 还是我的名字 没有过 你认为 没有没有 不愿意干 一直就说 好来问了问了 他还是说自己的 完了 好来我就说了 我说妈 我到峰台去查了 我峰台那已经 说这货过了 当时我妈说 一遍来 怎么 我过就过了 我愿意给谁给谁 这话没毛病啊 是吧 所以呢 这里边我就说了 这个钱 他头头头头 六个十字 六个十字 是吧 现在他只是 天哪 你知道 我儿子 闺女都有房子 说实话 也都够货的 也都不错 我就把我这个提告 我认为我的儿子 都是挺高 不在乎这件事 我就一个孙子 我就给他了 或许是受 传宗接代的思想影响 老母亲最终决定 将房子过户 给小弟的儿子 这是张家第三代中 唯一的男孩 也是他唯一的孙子 八几年 我儿子 生孩子的时候 撂接电话 我母亲 他想要孙子 知道吗 您的两个哥哥 他们家是儿子 还是 对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我小弟弟的孩子 是代表使命 来到这个世界 知道吗 他是教会征着房子 据大哥介绍 小弟的儿子 今年三岁 在2016年 办理房产过户时 这个新房主 年仅一岁 在他看来 小弟就是抓住了 母亲重男轻女的老思想 才想尽办法 给老人 添了一个大孙子 从此 小弟的命运 就改变了 提到小孙子 老母亲脸上 多了几分笑容 讲述也滔滔不绝 她对小孙子的喜爱之情 明显异于言表 也正是因为如此 她才做出了 房产过户的决定 而对于这个 木已成舟的事实 几个子女 却并不认可 老太太房本 是老太太的名字 我只承认 这个房 是我妈的 大哥表示 小弟寄予母亲的房产 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早在这个男孩出生之前 小弟就试图办理过 房产过户 在这个之前 我弟弟已经提出来了 这房给他 提出来过 提出了过 没有这孙子之前 还没这孙子之前 我弟弟找过过 也找过他们 说老太太 就这房 我想过给我 她是当初是说 她那闺女上美国去 要签证也不这么个意思 当初我就不同意 我妈这个不能给她 小弟说 2015年为了出国签证顺利 他曾与哥哥姐姐们商量 希望将母亲的房产 过户到自己名下 张家二哥表示 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 他们坚决反对将母亲的房产 过户给小弟家 而令人疑惑的是 既然这是母亲的房产 他们有何权利反对 并提出诸多要求呢 说是给孙子 要说正当给我妈的权利 我也没什么可说 但是呢 这个事的 我妈这个房啊 可以这么说 是我们这么多年经营 家庭 共同经营 这房钱是我们血汗钱 我弟弟一天 没卖过 我们那时开始 继续经营 我们挣来的钱 完了以后 最后来太坚决 真的 这么小事 大哥和二哥君提出 母亲赠予小弟家的房产 是全家人共同经营 获得的财富 其中包含着 他们辛苦的付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们从哪年这儿做生意 80年 81点 80年 80年 81年开始吧 我们就说80年 我妈一开始 你何年得到岁数 我30 您30 配育多大岁数 配育 27 德阳25 谁起的照 那时候没有照 我们是我 离大石烂 可以怎么说 近代之史 我跟我大弟弟 起的大烂 我们俩卖茶水 二回年一杯 来 一定起照了 对吗 那时候没有 好像没有照 来 你家那铺 一定起照了 对不对 每年起的照 我家那个服装照 是85年 那食品照 谁起的 妈妈 妈妈起的 妈妈 80年 当时您有工作吗 我有工作 85年的时候 您有工作吗 有工作 85年您也有工作 85年有工作 我在没卷 配育当时有工作吗 有工作 德阳有工作吗 有工作 有工作 那时我没工作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 刚才您说 这个生意是一起做的 这个怎么说的 我跟您这么说 只要我从单位回来 我自己的家庭 我也有婚姻 自己家庭 我没过一个礼拜天 我大哥大姐上班 我二哥办的腾腾留职 我在那呢 就是大事 烂事 碎事 我负责 出门俩来 把他这我管 那时我就是 回来以后 我就是 停息停止 因为家里面 就我偷朋友 做完忙 拿活 带修 张家二哥表示 他们曾经为家里的经营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为此 小弟也表示 确有此事 但是做生意 不光需要出力 还需要出资 当时家中的出资情况 又是怎样的呢 当时起资或者是开始做生意 也是需要有本的 对不对 有本 你们都有出资吗 我们家最早啊 是没有资的啊 来 不再说了 我说的是从起资开始 起资的时候 是一定有 这个 起资是代销 起动资金的 这是我办的 起资全是代销 我跟我的所有朋友 都说了 这东西 代销 你怎么办 卖完了给人钱 起步 你们有出资吗 我问 当然有 不用出资 出资 一开始就是茶水 因为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不用出租就是 代销 给卖完人才给人钱 而且最早的出租是这样的 我们一开始是 卖茶水 卖茶水 大家都卖 因为那个钱呢 就是几块钱茶叶 可能你去买 我买 比如说我妈妈给买 但是那个 它是 就跟五本利息似的 五本经营似的 然后我们就卖茶水 它有什么投资 没投资 您当时一个月 85年 您当时营业上多 我在没话 来来来 我先说 您现在问我 挣多钱 我不记得 但是我只知道 在家经营的时候呢 卖茶水 那时候卖 卖那个面包啊 什么玉米花生 什么的 老玉米白薯什么的 这些都是我们 大家一点一点 积累资金挣出来的 这个资金 投资到生意当中 另外还有代销 没有什么本钱 您说的话我听懂吧 本来您也别举手了啊 我听了懂您说的这话 您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妈妈的贡献也没有多大 对 是吧 对 是大家伙卖茶水挣了 卖汽水 所以你们分过股吗 没有 没有 起过这事吗 没有 所以你家的生意 是谁的生意啊 啊 一开始是妈妈的生意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是她的 我这么说啊 一开始不是说谁的生意 就是家庭 你家的生意从来就不是你妈的 对吗 对 大家 大家的 所以你们分过我呢 分过我没有 到底是谁的生意啊 生意就是大家 但是所有挣的钱都我妈拿的 不是这回事对吧 生意一定能说得出来 它是谁的 后来做服装 小玉 是我母亲的照 把我们那时候起的照 大屋呢 当时我弟弟没工作 一会儿帮助她 让她起的照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 这个生意是妈妈的 他不是有工作 他只是 付出是我和付出的 据了解 截止到目前 张家在钱文的两间商铺 有两个营业执照 分别是小弟和母亲的名字 而三位年长的兄妹坚称 他们不是营业执照的持有人 也没有固定出资 但却为家庭经营 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我跟你说啊 首先照着他们了 在一个地儿吧 地儿是我 你们不是说是妈妈的房吗 不是成宗房 不是 我跟你说啊 成宗房是什么 是最早是我父亲做买的 留下的这个房子 成宗是我 那所以你怎么 我们户口都在那儿 我们是妈妈的儿女啊 我们都在那儿 我们说成宗房都没跟戚口没关系 所以你看啊 地方是妈妈的地方 对 照是她的照 对 但是这生意不是她的 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们不知道要比他们说多了 学员是我妈妈的照 你证明了 但是你证明了 我们就是平心 那么值 她做办平心了 所以其实要怎么说 你家这事怎么能说清楚啊 其实您可以这样说 地方是妈妈的地方 照妈妈一定第一个 但是我们 真的搭了好多的心思在里面 这话可以这样 是的 对 就这意思呗 因为我有时候上过 我帮我上好坏 我姐那儿呢 有时候也帮着她 就这么着 就她帮手 你们在店里面照光算了吗 进去说吧 1993可能太 85年开始起照 1993年 这个就是78年 就是今年78年的样子 然后从来以后就自己都 各自就工作了 是吗 对 然后就没再参与店里面的事 可能是吗 也差不多吧 在三个年长的子女看来 母亲用全家人的辛苦 经营的收益买了房子 却偏心的只给了一个孩子 这明显不够公平 于是 他们要求将这套凝聚了 全家人心血的房子 重新分配 以要回自己曾经的付出 买的都是我们整个做 所以这么说 就有一天 没有实在找不到人了 说小弟弟你过来 顶着门俩吧 他就敢说 断了 我们也是从哪儿在这儿长大 这家也没分的 所以说我们做门 没有我们的份 所以呢 这里边我就说了 这个钱 它从口从口 六个字 六个字 是吗 现在它只在哪里 你认为那个买房 这个钱是我们的血汉 买房的钱不是母亲的 什么叫你们的血汉钱 什么意思 我们经营的钱 他没有经过一天门俩过这个 不是九二年 你们不在店里 这事情 我刚才刚问过 我不记得哪年了 不是啊 九二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不管多少 从一开始 对这钱的来源 就是正过的 是吗 我们付出太多的新决 你有证据吗 可以问我们 今天我们四零都行 不是母亲的钱 不是 我们的钱 大家的啊 包括我母亲在店 我们大家的钱 那你跟母亲说呀 母亲怎么说的 说了 从母亲就跟我做过 我愿意 其实买房而电 这我妈问我 过谁都过 谁價格都过 我都据 부� 因为他们有房 我没想Chris 这么多 因为他们有房 我没想那么多 你觉得你妈妈挣的这些几年的钱 做这个生意做了这么多年 02年的时候 她在脚门能不能给她自己买得起这套房 可以 如果她能买得起她买了 买了她自己的房子 她就爱给谁给谁了 那你为什么要反对 我并没反对 她买房子我不反对 而且买房子是 我妈买这房子 我们家在这之前 任何人都不知道 她买了起这套房 她觉得那房是她自己的 她现在就随意处置了 她觉得她有个权力 我想到我妈骗了 真的想着 我没想到这么骗 现在我们都不是钱的事 不是给我的几个弟弟们 给你公交 大哥表示 母亲明显的偏心 让他们觉得委屈 她的言谈话语中 似乎还有更多的故事 而谈到对小弟的评价 张家二哥连用了三个成语 我先用了三个成语 说说句 张家二哥说出的三个成语 可算是相当犀利 究竟有什么隐情 让他们对小弟的意见 如此之大呢 小弟弟换了几辆摩托车 换了几辆汽车 她的大闺女出国 就说她股票赔钱 做三个买赔钱 那跟你没有关系 不是 你问题是这 她赔了钱以后 她找我妈妈要 妈妈愿意给她 我妈愿意给 但是我妈妈又 从我们手里要钱 她是问题在这 应该要吗 应该不应该要 应该要 她应该要 给我妈妈 我妈妈又没关系 但是我小弟弟的赔钱 吃喝玩乐 您 您要闺女上大学 赔钱什么的 你 你妈妈让我们来补空了 如果不是我们补空了 我妈没有那么多资金 去买这个房子 好 是我们几个大德的付出 她所有的 大的开修啊 外边请客吃饭 从来是她掏钱 别人掏了钱 她就给拽回去 可是呢 完了没钱 回来就买 别说带吧 金融 大了 他从小就是这种 同学话都忘了 我们团的让 不如 好多大的 所有大开销 买车换车 主要是这个 全是家里的家 我可以这么说 她在这家里的花药最大 从买第一辆摩托车 她是潘比丁车的厂 人家有大叫车 她又要大叫车 但是她这个车 没有做生意用 全是自己一般 两个哥哥说 小弟多年来 几乎没有好好工作过 不但做买卖 经常赔本 就连大部分花销 都是出自于家中的经营收益 而母亲对小弟的偏腾 更让他们无可奈何 弟弟以前也有工作 但是她的工作 她自己辞去了 您知道吗 她在哪个单位 她都是待不住的人 你妈妈是不是偏腾了 是的 我妈偏腾 是一方面 怕 她的可怕之处是什么 她 妈 耗着头发 晃着 说来 两个人 那是 可以这么说 她是 您问什么 妈妈是一直跟她住吗 不一直在一起 我呀 亲人们花几千块钱 买这房子 我一礼拜呢 去我母亲三四天 那有什么可怕 又见不到 她老来啊 我们都去 她 可以这么说 干过的事 都没钱 在家干事 她没出货力 就有一次 我给她打电话 家里没有人 看这个买卖了 就算这样 是不是妈妈 依然偏腾她 主要是怕 你怎么知道的 嗯 我就指一个例子 我退休了 我去到外边 给您干工作 去卖服装 有一天 我表弟给我打电话 他就给我发一个 那时候BB机嘛 大姐赶紧过来 得生 就是我小弟弟 找老太太要钱 老太太犯病了 刚说不行了 你赶紧过来 我在得生门那 我赶紧下车 回了一电话 我说我马上到 我就去问我妈 怎么回事 我妈说呢 她又跟我要钱 是股票赔 是什么我办法 她又跟我要钱 她晃着我 说弄得我脑子疼 我妈疼我的 因为转转过 我就一句话 我谁都对不起 我就对不起 既然你们都觉得 妈妈怕 你们有做什么事情 让妈妈不要 什么害怕 我做的事情 是什么 我就说那次 然后她不是要钱 跟我妈什么 我当时跟我妈这么说的 我说妈 我只能跟 我跟您说两点 第一点 我说她不是 就跟您要钱吗 她跟您这么厉害 我说没关系 我说我当时 我有点存钱 大哥 妈妈那么害怕 你有做什么 我有一次 她唤我妈 我说了 一次 那次我说 我干什么呢 没完了 我这么说的 我妈 来 什么叫 我做什么 我跟她看 没有 我弟弟 她只要一赔的钱 她是什么 她骂老的 跟我们 也跟我动过手 哥哥姐姐们 纷纷控制 指责小弟 常言啃老 对家里的事情 也是不管不顾 可以这么说 我母亲摔伤以后 我跟我大妹 跟我大姐姐 轮流照顾我妈 我妈那个人 可以这么说 第一 不知甚 每天做饭 就儿女做饭都算上 她是 每天都能跳出毛片 凉的热了 吸的酱的 软的硬了 都不咸 你做完了 她可以不吃 待会儿让你给热 小弟弟啊 以前呢 是去的很少 您知道吗 她这孩子是 比较好玩 就是说我妈妈好玩牌 我们每个人 都会去陪我妈玩牌 我承认 我小弟弟小弟妹 也去陪我妈玩牌 也是经常去 但是不是 没有我去的多 显然 作为长兄长姐 他们为家里付出很多 也不曾有过抱怨 而母亲的偏心 似乎意味着否定 这让他们心有不甘 我爸爸病重 是我们几个照顾的 尤其我们几三女孩 我妈妈病重 我妈腿摔了以后 都是我们三大的人流 在照顾我妈 他呀 有十多年了 骨头摔坏了 但是我们付出了 小的没有付出 我觉得我们是为家付出 但是我妈刚才按照你大哥说的 她又是住 但是你妈还偏疼她 你们不得想想 这个为什么呀 那个我们啊 现在也不过早得出结论 因为您老母亲今天也来了 包括你们那个小弟 这不也来了吗 有点听听他们的说法 也不能就说 我弟弟胡小门台 是这么放任的 那我们先喂狼了 等会儿 你一直都说血探钱 我问你 02年你妈妈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 你现在有意见的就是这房子是不是 是吗 我不以这为主 还有别的 当然了 什么 就是前的门两房 知道 门两房不是租的吗 不是 我们现在要回去住 然后是锁着呢 就空着浪费了 然后就没在 从什么时候 还是锁着呢 它是应该是一个多月了吧 我没房 我没房 我这儿的户口 我得住啊 对不对 再一个 这些赵主 谁都能当 这赵主不是固定的 不是国家法律认定你的 知道吗 可以关联 对不对 都让了它那么多年 都让了它那么多钱了 到这房子 它又争 我们就觉得什么 我妈妈把我们抛弃了 知道吗 我们真的是我们的母爱 真的妈妈给我们的爱 您知道吗 您得认可我们 我们同样是儿女 差别那么大 大姐认为 是他们多年来的让步 造成了小弟的得存进尺 而母亲处事不公 这一次 他们不愿意继续退让 一定要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我们就是说 讲前门那儿 我们想回去住了 没房 而且那是我的家 这是一个诉求 这是我母亲家 也是我的家 那有钱吗 有 这是一个诉求 还有别的 别的找门 老二 你有什么诉求 我的诉求就是 寻求母爱 寻求亲情 对 寻求母爱 寻求亲情 另外我觉得 讲门房子啊 因为我们大家一个人付出了 我刚才说的那些 我觉得有我的份额 这是一个诉求 两个诉求 大哥你有什么诉求吗 就是说 我想把我媳妇的户口 签到签门 签到签门 就是为了我的外甥子上学 这是一个诉求 我妈不注意 是吧 签门那边还能签入吗 我不清楚 还有跟你提过 还有吗 没有 这是一个诉求吧 这是一个诉求 还有吗 现在签门的42号 44号就是这个租赁权 就是说我妈 百年之后 别让我们几个再争 把这租赁权 我妈同意过 给您 给我们三个人 给你们三位 还有别的诉求吗 就是签门的租赁权 为什么给你三个人 我小妹妹放弃 我大妹妹 那不由你双算 那不由你双算 你们三个人的意思 我们是自己的意思 至少我听懂了 表达我自己的意思 总之就是 宇禄君瞻 对不对 宇禄君瞻 是不是这意思 有那么点 是吗 姐姐 宇禄君瞻 是这意思吗 母爱亲情应该是一样 宇禄君瞻 可以 是意思吧 是吗 对 三爷 我不懂 他不懂 好数大家都得得 对 我那得 多少有点 不同意大家 毒宠 不同意妈妈的毒宠 对不对 对 觉得自己内心特别失落 是吧 行吗 我刚才说的是这意思吗 是 我觉得人老了 因为我父母岁都挺大了 人老了有的时候愿意 就算是一笔清楚的账 他也愿意糊糊涂的 为什么呢 因为维持的是一个感情 可是他家呢 我觉得无论老人糊涂不糊涂 这个感情啊 看来维持起来 都相当费钱 我们调解 我们当然也是希望 大家都内心能够舒服 我们会朝着 对的方向来调解 但是 你们所有的 打算要生事了 您这什么没房 没房 您多大岁数 你回家帮你妈要房 不啊 您这什么 什么要 什么后代的户口 这些 这些都是好事了 我们一概不支持 我就直接把他发个伤 谁别提 我可以 我可以 但是 我们办我 你们的内心的那个不平等 不平衡 我们能知道 帮你们调解 尽量调解 被孙子办理房产过户 母亲是出于何种打算 钱都在我手里 他钱都在我手里 我呀 钱都是一个月呀 给这孩子们 奔一回钱 后来呢 又赶上三月一回了 也给他们钱 原来呀 是给 几千 后来又改了成万了 那个钱呢 我就没拿 说到我的钱 就给我母亲那儿了 在这个九八年那时 我哥呢 说我以为四十万 说你别闹 那时候我 我想 用武票 说你别闹 我来那儿 又一四十万 得了 别闹别闹 让母亲至今耿耿于怀的 是一件怎样的往事 继续多年的不满情绪 他们还将如何表达 左右为难的年迈母亲 又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我决定做给他们 我说实话 我也不要你做钱 做给谁呀 大姑娘 二儿子 大儿子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收看 第三条解是之 我向妈妈要公平 下集 两年前 张家母亲将自己 位于脚门的房产 过户给了小儿子家 引起了其他子女的不满 这房子买的房子 实际还有我们大家的房子 因为这房子是我们 大家伙辛苦钱挣的 其中 二儿子提出 如果不将脚门的房产 重新分配 家中两间 位于前门的商铺 将不允许小弟继续经营 我们目的就是 脚门房子解决不了 废房子 对不对 你不能签 你不能 你没有权利 父母 我父母 我住楼上 你住楼下 你字儿脚 那人不让你说话 子女们提出 早年间 是全家人辛苦赚钱 母亲才得以 买下脚门的房产 但老母亲却表示 子女们帮助 经营商铺的报酬 她早已分给了子女们 我呀 先都是一个月呀 后来呢 又赶上三月一回了 也给她们钱 原来呀 是给几千 后来又赶了成万了 孙总 但是 我妈可以这么说 我妈是打我妈 七个人 六个孩子 我妈是 七个人 暗箱 凑 给每个人都不一样 给我小弟弟最多 基本能拿到一个几个十 我们一开始 给一万 后来 将七千 发生特助的事 还要从这里头 子女们都承认 母亲确实不间断地 将经营收益进行了分配 但是在分配的份额上 却有失公平 我小弟弟 就这个做买卫 拿钱 他都拿大头 拿很多钱 他不但拿了他那份 而且 我妈可扣我们 可扣完了的钱 我妈呼吁了以后 他换车 弄股票 还弄几个买卫 那他赔钱了 都有再去找我妈要 找我妈要完了以后呢 我妈再扣我们的钱 所以我妈就手里有点 付给钱 他通过我们的 这会儿买的房子 实际还是有 大家都忙的 对于大姐的说法 小弟进行了反驳 他说 母亲给大家分配收益的事 她并没有拿走 属于自己的一份 这是怎么回事呢 您看啊 在90年左右 这房子还没说租住以后呢 那个钱呢 我没拿 我说我的钱 就给我母亲那了 在这个98年那时 我哥子 说有我一次吃饭 说你别闹 因为说我我想 我不要说你别闹 老大没有意思的话 别闹别闹 一开始进去 我吃了吗 我说就吃了 别忘了钱 亏了一个人 不 高的他慢 过两天也要给他妈 不卖 拿着他 一跌 他还能 回来 就到了 他有生气 你知道吗 他拿着家法 好 二哥说 当初他劝阻小弟 不要炒苦 只怕小弟 亏钱后 向母亲索取 而正是 在劝阻的过程中 小弟却得知 母亲还为自己 存着四十万元 这四十万元是 所以说 你看 九零年的租房 该给他们钱 给他们钱了 那时候我不管当 因为你家 都永远是保管的 对 这么着 给他们钱的 我没给我钱 可能这天就是 小弟说 从九十年代开始 哥哥姐姐们 都不断获得 商铺出租的收益 而自己的份额 却一直由母亲保管 当从二哥口中得知 这笔钱 大约为四十万之后 他便认为 脚门的房子 是用他的钱买的 我只承认 这个房 是我妈的 至于我例如说 是用他的钱 用我的东西 买点黑字 那钱的呢 给你 在两千年左右之前 那时候我哥跟我母亲 他们收这钱 我不收 九零年到两千那万 我不收这钱 干嘛那时候 没有 您觉得他一共和妈妈那儿 哪有多少腿得抖 千八百万吧 他赔就赔多少钱 他买车 摩托车好几辆 汽车好几辆 妈妈给他发现最多 对 哥哥姐姐们认为 早些年 小弟的收支明显不平衡 一定从母亲手中要过钱 而小弟对此失口否认 这个问题 一时间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那时候我想换换股票 我常常要老太买工没钱 我说什么就没钱 咱那时候钱 你要说多挂了 没关系 我哥哥说你别拿老师 你拿了四十万 我就没缘呀 从1990年到2002年 母亲买房之前 小弟究竟有没有从母亲手中拿过钱呢 在母亲的四十万的购房款中 是否包含着小弟的资金呢 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 我向妈妈要工 夏季 来到我们现场的 那是张家的老四跟老六 欢迎你们 您是家中老小 说母亲把这脚门的房子 过乎到你儿子名下了 有这么回事 他重男轻女 而且他也怕他 你那几个哥哥姐姐说 你母亲买那个脚门的房子 好像那里边 有他们的挣的钱似的 您看啊 在90年左右 这房子还给他租住以后呢 那个钱呢 我就没拿 说到我的钱就给我母子呢 你和他们做过贡献吗 我只要说 对家里的买费 你看啊 就说头90年之前 三百五百我给他们公司 还给公司呢 对 因为那点是我的照顾 好比说这么不多 亏了我哥90年了 多不好意思拿 说好比说这些 他感觉一算这些钱 他说我还拿 不是你拿吧 按照小弟的说法 在1990年之前 家中的商铺是由他管理 哥哥姐姐们都按月拿工资 而1990年之后 两间商铺全部出租 资金他再也没有经手过 你说你和你妈妈过去经营的时候 封藏了吗 是还是一直火 90年之前我管账 不是是分开的吧 因为您说这两个照吧 不是 这两个照在经营的时候 分账 那钱什么 八九年时我小姐 那钱跟他爱的 他们是那小物 那钱是回他 大物回我的应该是 所以账是分开的 对对对 那钱是我小姐 跟他爱人 他们是精灵那个小物 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 妈妈自己做 不做生意吗 那九几年吧 具体也不清楚 那妈妈不做了 不做生意了 她的那个房子是怎么 谁在用 是怎么用的 不是 这个租住 房子就是我母亲收房钱 后来就九几年以后 应该大约是 您那个不是也出租了吗 对呀 如果要是一直都在出租的话 那个租金是全部都你拿着 还是全部都是妈妈拿着 还是一小一大分开的 我母亲拿完以后给我 就是收租子的时候 是两间收在一起 给你的时候也是都给你 在两千年左右之前 那时候我哥跟我母亲 他们收这钱我不收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收的 应该在02-03年吧 跟我母亲 那时候几千 收到什么时候 要说我母亲应该是去年 收到去年 我先跟您说 门脸修了五六回 全是我花的钱 全是我找人 从02年一直到去年 收的租钱 都在妈妈那 对 给我一部分 你的日子怎么过 给我一部分不说吗 多少 什么一部分 怎么 您看 他说02年 03年那是给我五千 一个月 对 给五千给到哪年 那我不清楚 他得拿了几百 那个那我问你 02年 你妈妈买了房子是吧 差不多 应该是那边吧 你妈妈当时 手头的钱 不够她自己买房子吗 反正咱那时候 我妈妈 我只有说我妈的钱 我那时候我跟我妈说 我妈您的钱 欠人不欠人的 不欠 不欠就咱俩的 说一分没有 您花了我乐意 就这个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再一个他们那是二四三十万 您看 来我把我的问题修改 您说 如果你要说 你妈妈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的钱也是她的钱的话 02年的时候 脚门买那套房 你俩挣足这个钱 怎么着 挣到了 应该差不多吧 脚门房子的购房款中 到底有没有小弟的钱 小弟本人也难以说清 这笔小弟口中的糊涂账 在母亲心里是否清楚呢 家有一老啊 如有一宝 啊 我就问您几个问题 哎 哎哎 当年您在脚门买那套房 哎 是谁的钱呀 那个呀 呃 这是我儿子呀 把那钱都给我了 也有我的钱 哪个儿子 呃 叫这脚儿子 他 我们娘俩呀 一人一个门脸 哦 哎 钱都在我手里 他钱都在我手里 有高有低啊 还好 就说呀 啊这个 哎 你三月吧 就得 你就说 每月 这孩子们 最低 就是拿 同年来说 就说我给他们少的说 大姑娘少点 一个月一千 九千块钱 一千块 一万块钱 有的时候 是不是 九十九千 大月 和这一个一千 和一百 哎 那个 这个俩呢 原来也那么多钱 后来他们不干 有钱 两个 我这 二儿子就不干了 我们要平均起来 我是赵主 我老儿子赵主 应该平着 是 一个月和五千块钱 呃 平着 后来呢 那老二儿子不干 他要 两万 那老 大儿子的 想一贯呢 他应该吧 三月是一万五 这他要一万六 我要给他一万六 老母亲表示 买房款中 确实包含 小儿子的钱 而其他子女 都不间断地 分到了收益 为了平衡子女关系 他甚至搭进了 自己的养老金 就是怕孩子们 有意见 我呢 还有一两千多块钱呢 接到退养费 我就搭着搭着 我跟您说实话 即便这样 子女间依然难免 纠纷和挑剔 就在去年夏天的 一个晚上 家中便爆发了 一次激烈的冲突 晚上九点多了 我这坐着 那个 俩人的 俩人的媳妇 一个大闺女 就来了 抱着我一个 两千多的孙子 你不是要孙子吗 跟你 两千多的孩子 给我了 这孩子就哭 他妈 他爸爸有了病啊 他大姑 给弄着孩子 说实话 他说他 这孩子就哭 母亲说 看到小孙子 被吓得哇哇大哭 他非常心疼 那么 在那天晚上 他们为何 要向小弟的儿子 抱到母亲家呢 那是在大姑 老看见孩子 而且那天是 他妈准备来 是不是 这回事 他妈准备来 然后说 一会儿给抱回来 他妈一会儿 也就过来了 而别的意思 我也不太清楚 为什么要去 抱那个孩子登场 就是等我弟妹来 解决这个事 据张家大哥解释 他们在得知 母亲的房子过户之后 便想找小弟解决问题 但当时小弟正生病住院 他们情急之下 便将小侄子抱到了母亲家中 希望能够吸引小弟媳出面谈判 我当时我哭得气不成声 我就想了 我都同样是儿女 为家付出这么多 妈妈抛弃我 我心里难过 我都站不住了 张家大姐回忆 当时家里乱作一团 但小弟媳一直没来 众人只好各自散去 而在子女们离开之后 母亲却发现 家里丢东西了 跳了 跳了 我这 跪了 他没跟你说吧 有钱 有营业照 户口本 那个国家那个房本 那房本 这么多东西都拿走了 对 有钱 在往那 您想不想要回来 他也得给啊 我想要回来 想要回来 还有钱呢 钱 现金呢 是四万次 现金一万一万 一万二 金多的两只 六的十多只 我都没数 十多只呢 十多只呢 带着十多的几个 几个 几个小只 子女们拿走了自己的东西 这让老母亲深受打击 他说 一年多以来 每当想到这件事情 他就心中难过 精神状况 也越来越差 他们有主意坐着呢 爱怎么办 怎么办 我这一年坐着 折磨得我够酱了 折磨得我可够酱了 我难活呀 当天夜里 他们是如何拿走母亲的东西 究竟有什么目的 对于96岁的老人来说 子女们的举动 又意味着什么呢 请继续收看 第三条解释之 我向妈妈要公平 是抽你 那就是打开了 对我给打开了 这个情况 出现那情况以后 是吧 我弟弟 我昨天已经说了他 是吧 好与恶劳 真的等会儿小弟 先别说小弟 我准了这么说 你先把抽弟这事说清楚了 对 我因为我们不平衡 是吧 不平 现在东西呢 在 在我手里 都拿了什么东西了 有点零钱 现金 多少现金 存单 给一万多点吧 一万多的现金 现金对 存单呢 存单 五万两块钱 五万两块钱 我们去看看 就是单子 一个个单子 还有点珠宝 折子 还有珠宝呢 什么珠宝 拿的什么呀 还有什么呀 有戒指 有戒指 就是这些吗 对 项链 确实项链吧 都在你手里呢 对 因为我们不平衡 这东西现在还在保护 对不对 你们心里再不平衡 你不能拿母亲的东西 对 我们的血汗钱 你给了一个人了 这是我们的钱 我们一百多 每个人一百多万的血汗钱 老二你也这么认为吗 你们三个人都参与这事了 那我们写钱喂狼了 等会儿 张家二哥说 他们最不服气的 就是母亲的偏心 他不仅拿钱给小弟挥霍 还把房子也过户给了他 气氛之下 他们便拿走了母亲的财产 以求内心的平衡 而小弟却提出 就算自己花过家里的钱 那也是有原因的 我老婆孩子 我指着这 这活着 指着这门脸活着 对 过去我先跟您说一下 90年之前 只要是个体 你必须照顾在那儿经浪 不经浪就把你查了以后 再一个你一照顾 你不可以参加任何别的 别的 不能处理他工作 他一个月上班 他本人迟到了 二十八九天 就你一两天不知道 他也就是 看错点了 这急猛啊 这个赵是你是吧 对 对 我和我母亲 我是大屋 我母亲是行 还是分开的 对 那你现在就有点 因为没有这租金了 你觉得困难了 老跟母亲要钱 我也没要 这他们这不是 这来的吗 他们说你老要 然后母亲就跟他们要 他为什么 我在这儿说 首先来讲门脸 我没钱了 没进去 我好了以后 我没进去 他们给收走了 这小子们 你们算干嘛的 我经常 因为作为我是赵主 你有退休金 对吗 你有工作 你有退休金 我是指着这个 我三个都没 三个都没工作 这也没有工作 都不干 不干 是 那你没坐下来 跟哥哥姐姐 商量商量 我打电话了 我给我二嫂打电话 我说你啊 孟二哥说一事 让他哪天有时间 我们找他 不理我 我跟我小弟弟 就因为这点事 解不开 一块建议 大哥说 从去年至今 他们都没有与小弟 正面沟通过 更不清楚 小弟的真实主张 那么今天 在调解现场 小弟会怎样 回应哥哥 姐姐们的问题呢 您认为 这个你母亲 给你儿子那套房子 是你母亲自己的 还是说 你家庭 就我跟我母亲的 说白了 说白了就是我的 在一个我母亲 名下那就是我母亲的 他说给人就问人 完事 你亲 对 前门这两间商铺的 都是你母亲 成租的工房 是吗 对 都是写在母亲名下的 对吧 那您认为 母亲名下的 这两个 公租房 嗯 那么产生的 刚才您说到 不管是自己经营 嗯 还是说 给了别人去经营 产生这个收益 嗯 是应该 由你母亲 一个人 处置的 还是您跟你母亲 共同处置 我母亲 可以一个人处置 一个人处置 可以 假设啊 如果假设 嗯 一会儿我们去问问 老母亲的意见 如果她愿意 假如说 这你们这个房线 不是空置的状态吗 嗯 像您说的 没法继续经营 其实受损的是大家 嗯 对吧 前门那么好的位置 嗯 那现在的状态很不好 那为了咱们利益最大化 如果假设 你已经说 她愿意 这个房子 再拿出去 出租 或者自己经营 嗯 当然这个收益 你们几个人 平均分 嗯 这样的方案 能同意 能接受吗 您说咱假设啊 现在房 现在房子 过去比较值钱 现在就可以说 就不太值钱 这两件房子 就租两毛钱 嗯 您看购购多少钱 我们三口子 也就是您不认同 于平均分配 等一下 不对 刚才你刚才说了 那个一个大间 一个小间 大间是你的 小间是你妈妈的 你刚才刚说完 对 那怎么分不出来 你拿走你的 你剩下那个 那我当然高兴了 他们我不见得乐意啊 说白了 我真不贪 如果说 谁的照 就是谁经营 那那么多年 我妈说了 这个照 可以换给我们 我们这仨大的 那是不是 以后的利益 就都有我们分配 我们就是主导 小弟希望 自己可以分走 前门商铺 至少一半的礼 三个哥哥姐姐 显然难以认同 怎么 一直没有发表过意见的 张家老四 对于家庭财产 是怎样的态度呢 你参与的不多 我都不参与 小门这个房 我也是怎么看 我就是 我妈什么主意就是什么 我不参与 我大妹妹 一开始她是想要的 那对前门的门脸房呢 前门看我妈 如果我妈说 就这么标 就这么标 如果我妈说要分 平平都有 人人一份 那我呢 要一份 给我妈和我弟弟 您的意思就是 自己什么都不要 不要 在调解现场 张家老四表示 自己并没有财产方面的素权 她只是希望 能妥善安排母亲的养老 不要让母亲 再承受肩膀 我妈如果愿意 给我弟弟更好 对吧 但是别人呢 你不出钱 你应该 据了解 张家还有一位 患有精神疾病的妹妹 目前和母亲共同生活 虽然大姐和小弟 也常去探望 但母亲的生活现状 还是让老四感到担忧 刚才你那姐姐说是 她跟那个 小妹照顾她那么多 人照顾也好 家里也应该照顾吧 所以说哥子的呢 我觉得都有 都是做儿女 正经理系 那个人能做到正经理系 是已经个好解决 在另一面前 给你三个字 等你又我他 我打算拿 那个 我的那份 我决定多给他吗 我说这吧 我也不要那么多钱 我给多给他吗 我这几个少给 我这 多给谁呀 大姑娘 二儿子 大儿子 母亲坦言 自己并没有偏成 任何一个孩子 谁有困难 谁付出多 谁对自己好 他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可以说 为了子女们过得好 母亲已经费尽心思 竭尽全力 当一家人坐在一起 母亲的养老问题 又该如何解决呢 大哥 你作为家中那个 你看兄弟当中 父亲不在了 长兄为父 应该一切都听语的 我终不知他怎么告诉我 小弟一直找你找不着 这不是见了面了吗 你跟他说说呗 你也别再找我 这门这房子 是我嘛 我承认是 我感觉就是说这个比例度 都给小弟了 都给小弟了 等于你们没有 有点 比例没找好 有点不错 争取一下 那你刚才也说了 那东西是老母亲的 是 是 他有权处置吗 他有权处置 那个就 这个不行 从侧面 就是 他就说 前面这个 你的意思 那个给小弟了 前面那个 我们是不是 干点好处 干点利益吧 前面的那个地方 是不是妈妈和小弟 一直都是分开的 他们一大一小 这个小弟 存租的是这个 大的这个 然后妈妈 就是那小的 这事 反正那个 我感觉那钱 应该是 很大的 没 没 就除非 我小妹妹 做过几年生意 那个钱 我问的 跟你们说 那钱 那是 不相关 我说的是 成租 起照 是不是 小弟的照 起在那个大屋 然后他和妈妈 是一人一间 妈妈是小间 他是大间 是这样吗 是这样 所以你们要分的 是妈妈那个小间吗 大屋 小屋 一块 我们的朋友 都在那 张家大哥提出 他和大弟弟 大妹妹等人的户口 目前都在 前门的房子里 因此 他们应该获得 一些特殊权益 而调解嘉宾指出 户口与成租利益 没有必然联系 母亲是商铺成租人 也有经营执照 与商铺相关的利益分配 应该听从母亲的安排 我现在不明白一个事儿啊 就是我妈妈觉得 对不起我们几个大的 就说要给我们补偿 而且大屋 我觉得就是太偏心了 你妈妈觉得 对我妈那么说的 你问他 我妈说过 而且我妈说 人也知道换人 来 你妈妈在哪 你妈妈说一下 您曾经说过 前两人 就医生老壮 对不起我们这 挺大的 要用补偿我们 用前门 那个 我呀 我就说 这房子给 这位村子了 就 我说将来呢 那个房子是国家的 如果拆迁的时候呢 我一定对得起你们 我是这么说 她妈说的太好了 思路多清楚 我拆迁的时候呢 没说对不住你们 我为什么说 这个 我这个儿给你 改都改少不争 老说这个 妈 只要您不争气呀 你什么都想 妈 什么您都不往心里去 这是这个 可是呢 我为什么说 我多给他们扎了点呢 我这老儿子 我这得做主了 你要了房子了呢 你就多少 你做个 你姐姐 我是这么说的 好 老母亲你看 思路真是清楚 你们要好处 也得等拆迁呀 现在你怎么分 而且我妈说 营业执照 说换我们大的 您问我妈 我妈说过 那 以前说营业执照 是我小弟弟 他拿 他多拿 那老太太 说给我 换我们营业执照 那是不是就应该属于我们呢 你不是 我别说对吧 您是不是说过营业执照 换我们 张家大姐突然提到了 营业执照 更银的问题 对于这个要求 母亲是什么态度呢 别让我先说 您看看 我呀 我不是长 我说呀 我也等大岁数了 这营业执照呢 我说 给我大儿子一个 给小儿子一个 可是呢 营业执是给他们的 但是他们呢 不能为他们自己的钱 那儿俩人照主呢 也没自己拿的这钱 也给他们了 他们呢 拿营业执 大管大管 我老了 就说 也给他们分点 我妈当时说 你也执照 钱他不要 你也执照给他们多少钱 我也不多要 这不知道你们 我儿子呢 我也不让他多要 你就平均了 得了 怎么平均 营业执照 人给一堆钱上当了 都平均了 好吧 就这个 来来讲菜点吧 钱有瓜料的 咱们要都搁去 多好啊 首先 他们都是有费费费的人 你是没有的 对不对 而且呢 我觉得老太太这个平均主义呢 其实是会给以后的这个主义 我们先开会吧 母亲表示 可以将营业执照更名 但调解嘉宾却认为应当慎重 因为这个问题 一旦处理草率 就可能牵扯到更多问题 引发更大的家庭矛盾 我觉得有这照 至少就是 这权利一玩挺清晰的 对 对吧 他这么多年 他的照起在这 你怎么给他形容一下 是吧 就实际上 等于是变相说明了 老六跟这房子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跟老太太做一工作 就是如果他要是想 就是少这个麻烦 以后租金的这边 他的那个 拿出来让其他的 所有的孩子分 老太太的那个养 让老六来养 嘉宾提出的方案 与母亲原本的设想 有所不同 母亲能否同意 她又是否愿意 让小儿子赡养呢 现在呢 我们建议您呢 跟小儿子一起过吧 继续一起过 行不行 我呀 不跟他们过 谁也不跟过 那不现实啊 您现在这个岁数 得有需要 我这也不跟过 跟我老闺女过 我不跟他们过 跟老闺女过 他们有良心的来情 我不跟他们过 在养老方面 母亲坚持自己的想法 只跟有精神残疾的 小女儿一同生活 那么对于 前门商妇的收益分配 她的态度 又是怎样的呢 那个租金 都那个拿出来分 是吗 平均分 对 但是小儿子 他们一家三口 都靠着这个 钱 过日子呢 他不是也没退休金吗 对 对吧 对 咱能不能考虑考虑 他的实际的情况 您看 就说 还是分成七份 把您那份 给小儿子 行不行 因为您不是住在 那个脚门吗 现在 对吧 那不是您孙子的房子吗 律师的建议 是基于现实情况 平衡各方诉求 而提出的 是向着各方的 和解努力 对这个方案 母亲是否会认可 子女们 又能否达成一致呢 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 我向妈妈要公平 刚才呢 跟老母亲这个沟通以后 因为这个前门这个房子啊 成租人是老母亲 呃 还是愿意和目前的这个老闺女一起居住在脚门的这个房屋 完了 关于老人的抚养费 这是我提出来的 你们一会儿大家可以自己考虑啊 琢磨琢磨 也是凭你们的赡养费 凭你们自己的意愿 呃 那第二个问题呢 呃 就是关于前门的这个门脸的这个费用问题 我们认为呢 在目前呢 新的政策没有出台的情况下 因为有可能在八月份以后会有新的政策出台 有可能你们家现在争议的这个前门的门脸 到时候是不允许在经营 对外经营出租使用了 那么如果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那么在此产生的经营性的收益 那么这个收益呢 老人同意分成七份 每人一份 但是因为呢 老人现在实际居住在是 呃 咱们说这个老六的儿子的房子里面 对吧 那么老六现在是没法使用这个房子 也关于这个房子相应的收益 他也是没法取得的 而且他本人有没有退休金 所以呢 老母亲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后 决定把自己得到的那一份 给小儿子 提到关于这个角门的房子呢 啊 我们说了 根据目前我们法律的规定呢 呃 这个房子呢 登记在老母亲的名下 那么老母亲呢 对自己合法的财产 有任意处置处分的权利 老母亲通过赠予的方式 把自己所有的一套房屋 赠予给了自己的孙子 并且办理了不动产 登记的变更登记手续 那么这个赠予协议是生效成立的 并且是有法律效率的 所以现在这个房产已经完成了变更 那么也没有其他的争议了 啊 那完完全全是属于老人 现在小孙子的财产了 妈妈的选择 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局 你妈妈选了谁 选了一个在法律的术语上 叫做无行为能力人的 这么一个人 他自己还需要一个监护人 你妈妈选择是他 为什么呢 我相信是他放心不下 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真省心 跟这个孩子相处怎么 叫那么省心 虽然你妈妈对老四 说起他来觉得 哎呀我给他的不多 这个真是一个好心眼的孩子 但是我能感觉得出来 老四回避 他不接你妈妈的话 因为我觉得就算在你们家不拿钱 把妈妈接到自己家过日子 这也不是一个省心的事 依然会带来一些 就是不知道你们家会发生什么事情 反正总之 光带走回家过日子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干的事情 所以你妈妈真可怜 我要说的就是 大家还需要这个 为老母亲考虑考虑 因为必定也96岁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人 还是应该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考虑考虑老妈妈的感受 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 但是我想说一个自己的观点 就是作为老家 也提醒各位电视机前的老人 不要过早处置财产 有时候过早处置可能出于好心 但是却引爆家庭矛盾 还有一句话是什么 老母亲还在呢 她96岁了 思维清楚 她说什么 咱们作为子女应该顺着老人 这才叫孝顺 老母亲一言九鼎 刚才已经出于家庭和睦的考虑 把你们的这个利益的分配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她什么都不要 但是我觉得 你们拿走她的东西 应该先还给她 她愿意给谁 她再给谁 让她做出决定 你们谁对她好 以后她就多给谁一点 好不好 对于专家的解读 大哥你同意吗 孝顺老妈 一不容许 这件同意 老三 你同意吗 同意 老四 老六 你同意吗 老母亲年事虽高 但心明眼亮 她的安排自有道理 或许子女们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慢慢领会这份来自母亲的 无私的爱 老母亲说实话 用心良苦 她这种安排 我觉得作为子女应该满意了 再次也希望老人啊 健健康康的活着 活到一百岁成为百岁老人 那时候我们就全家和睦 一会儿一起在欢欢乐乐的一块儿生活 好吧 调解的最后 子女们一致表示 会一如既往的孝顺和赡羊女 这令我们由衷欣慰 在调解结束半个月后 我们又对张家大姐进行了回访 我谢谢你们 特别是谢谢你们哥那边啊 那两个小弟弟 确实你半个人很心疼 现在那个房子也还能呆着呢 也没种 那么呆着呢 那现在就是你大哥 包括你大弟弟他们 会回去看母亲吗 我大哥去过 去过里面 我大弟弟是怎么他妈妈 没有时间了 我大弟妹去 哦 行 然后小弟他们也是还经常回去吧 对 他也会对 我这么多年我已经做过了 我想着 那我可以说是 任何人都比不上我呢 解释多了 怎么照顾他 我还照顾他 对不对 嗯 是 我怎么管他 我还管他 黄金有价 但亲情无价 希望老母亲 不再被压力困扰 能健康快乐的 安度晚年 就是 或是